今天是我們通識課程第二週 進入到我們的主題一 那很期待今天我們的這個主題 因為這個主題跟各位同學都有切身的相關 那在這個主題下當然我們會希望大家先了解一下 我們在這學期12個主題下 它的一個相對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知道說在上週我所介紹的 我們18週課程裡面 我們設定12個主題週是有討論課 那主要是希望同學們能夠透過主題的一個深入討論 以及這個問題的形成 還有成熟的一個共識 來了解各個主題的一些精神 那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叫做壓力相關的一個主題 那在這個壓力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跟疾病還有自殺都是相關的 但是當然我們知道說沒有壓力的人生可能嗎 不可能每個人都有壓力 所以壓力到疾病其實就是一個連續線 就是說它可能從0到100越來越嚴重形成疾病 那疾病跟自殺又有一段路 不是所有生病的人都會自殺 但是我們看疾病當然它又分成生理心理 就是精神疾病這個部分 它也不等同於高自殺風險 當然我們知道如果疾病沒有治療 加上這個入境裡面有非常多的危險因子 它就會增加往右邊這個入境走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終極來講自殺跟壓力是有一個相關性 那我們今天就是針對這個壓力要先來理解 它的一些相關的概念 那我相信同學們如果已經有讀了課前閱讀 我們這一週我想就是先示範讓大家了解我們進行的形式 因為是第一次大家要形成團體討論嘛 所以我們會試著從今天前面的重點解釋裡面 把今天團體該做什麼事還有它的形式都做一些說明 接著我想比較重要就是說在團體在助教的帶領下 我想希望是能夠針對一些問題點 我們來做集思廣益的一個討論 那我想一開始我就先用一些案例來讓大家了解 在這個主題下所謂的壓力跟心理健康促進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我想有一些案例因為在在座我想醫學院的同學 大概通常都佔了大概四成左右 那你們在實習的過程會接觸到很多所謂的疾病已經有診斷的個案組群 然而在非醫學院的同學我想你們也會遇到一些情境 是如同我們現在要講的 我一開始提兩個案例 這個案例一呢我們可以看到 30歲的陳小姐艾莫她被轉到A醫院的時候呢 她已經是無法救治的狀況 就是說以現在的醫療那醫療上是判斷說她可能壽命即將結束 她的主要照顧者是65歲的父親 離婚後失業又需照顧病患 前妻與兒子同住她已經等於是兩邊分開 這個父親呢就帶著女兒 那前妻呢就帶著兒子 在這個情境之下主要是她的父親得知女兒拒絕急救 那因為父親很關注這個女兒的病況 但是因為這病情急轉直下 我想在這個癌症 這是我們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一殺手 這樣的一個情境其實是不是算罕見的 那這個父親呢得知女兒拒絕急救 她甚至是比女兒還要哀傷 她是非常希望女兒應該是要救到底 那她承受不了女兒自我放棄 就是女兒死前的幾日呢 她不幸發生了燒炭身亡的一個事件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境 我們來想一想想問問同學 就是你們會去思考到這個情境下 請問一下這個父親 他有沒有任何的壓力在困擾著他 應該有吧 而且是巨大的壓力 因為畢竟面對到親人而且是末期 那更何況是我們俗稱白髮人 送黑髮人這樣的一個情境 所以當然這個是一個自殺的極端的案例 那面對這樣的情境壓力的一個感受 還有壓力的一些我們講的自我管理 或者是壓力的一些因應 我想每個人會不一樣 只是在這個案例裡面 我們看到就是說 假使在這個65歲的父親周遭 有一些的所謂他的親朋好友 如果是符合我們這個課程在講的 就是所謂的守門人 他可以去關注到這個陳先生 就是這個父親 他已經有很多的所謂的危險因子 他可能這個在我們下解堂課會講到 所謂符合自殺的一些危險因子 那他可能就是屬於所謂的高風險群 那我們怎麼樣去早期的去辨識 他是屬於有風險的狀態 那怎麼樣去了解他的這些壓力源 是可能帶來這個自殺風險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怎麼樣能夠早期舒緩壓力 我想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 那今天我們的課程其實就在講 這個壓力的感受壓力的管理 以及壓力他怎麼樣去做 這個所謂的紓壓的技巧 就是一個人怎麼樣透過紓壓技巧 來降低疾病發生 或者是甚至到最後自殺發生的可能性 那當然在所謂的 我們現在社會一個很重大的議題 就是長期照顧服務底下的一些 所謂的主要照顧者 那當然以這個情境來講 30歲的陳小姐 他是年輕的癌末患者 那他的主要照顧者反而是一個老年人 就是65歲符合我們所謂老年的定義 在這樣的一個主要照顧者的家庭狀態下 身為守門人或者是在座如果有醫學院的同學 未來你們都會是這些求醫者的守門人 怎麼樣去幫助這些個案以及他的家庭 防範自殺行為我想是重要的 那看完這個案例我想大家 主要是帶領大家去思考那個壓力是無所不在的 這如果是疾病下的壓力 當然我們可想而知一定是非常巨大 那如果說是在不同的族群裡面呢 我們講老年族群職場 那學生 那還有分男性女性的話 女性 也有不同的一些壓力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二呢 是一個大學生 那他大家可以從他的情境描述 看到他有多重的失落 他的家庭兩個人接連有人過世 然後學校這個成績不是很理想 學校其實已經有發現他的一些狀況 也有開始進行輔導 也有就醫 但是他這個關注他的導師 也知道他有就醫 不過這個部分的情況 是比較不規則的就醫 他就是不遵從這個醫療的部分 某天呢返家跟母親 發生了這個言語衝突 當下午就不幸發生了這個遺憾的事情 這個案例也讓我們知道 主要也是點出所謂的壓力情境 那也是問問同學 當然這個大學生是跟你們這個年紀 一樣的一個階段 大學生有什麼壓力呢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會討論到的 或許大家可以集思廣益就是去identify 辨識我們在這個階段 可能有零零種種的壓力源 然而最後會發生這個事件 當然這畢竟是少數 那還是要拉大家的注意力到前期 就是說怎麼樣能夠去關懷 我們周遭可能有的 整個像張同學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所以經由這兩案例的開頭 主要就是讓大家可以先思考 心、生、健康的整合 我們可以看到心理跟身體 以張生是年輕人來講 他可能沒有明顯的一些生理疾病 但是以65歲的老人 或許他就有很多的一些的疾病 慢性病 那我們知道糖尿病跟憂鬱症有關 焦慮症跟許許多多的內科疾病 或者是老年的族群也會有相關 所以心跟生其實是脫離不了 有緊密的關係 那在這個行為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說一個人 比如說他如果是表情相當緊張 然後在上課的時候一直就是無法專注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行為就透露了他 身心的一些不平衡的訊息 可能他是處在一個不安視的狀態 行為可以去表露出我們心跟生的一些情況 那心、生是互相平衡的 我們知道這個是太極圖 心跟生中間有一個大腦來做連結 這張圖的重點就是提醒大家 我們在大腦的一個掌管之下 他掌控全身的器官系統 甚至就是我們的組織整體 那所以如果沒有心理的一個平衡 心理的健康狀態 心理的安視狀態 那麼身體也會處在一個不平衡的狀態下 所以WHO告訴我們 有心理健康才是完整的健康 那所以今天我想大家各組可能會針對這幾個面向 可以去思考有沒有什麼樣 你們可以提出來的議題討論 除了定義之外 我們講到這個壓力的生性反應 是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因為在這堂課前閱讀 大家如果有看在李教授的書裡面 就有開示我們有一些有關壓力 身心反應的一個評估跟重要性 他印象所及當然壓力不能改變 但是壓力的身心反應可以改變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要是專注在 如何平衡我們自己的身心 透過改變我們的身心反應 來降低壓力它所造成的一個影響 好 那其他大概就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些方向 那今天的課也著重在 如何紓解壓力這樣的一個面向 好 那壓力的定義我想 這是很主觀的 但是我想它共通的一個特性 一定是對各位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擾 或者是對你們的心理造成一些壓迫 造成不確定或者是危險的一些感受 那剛剛講到壓力反應其實也零零重重 有的人是負向的居多 有的人是正向的居多 那無論如何我想當我們在講到壓力反應 你們可以去反思的應該就是在 這所謂的壓力三部曲底下帶給我們的影響 那在課前閱讀大家有看到壓力人生裡面 告訴我們壓力的一個認知評價的重要性 假使今天你評價你周遭的這個 你所面臨的處境或者你的情況是屬於危險的 那可能很容易就引發焦慮的感受 特別是比如說快要被二一了 那這學期這個成績非常危險 當然你會非常焦慮 那假使是失戀了 你會感到非常挫折甚至憤怒 那引導到心裡的一些反應 在憤怒這個部分 他很容易又跟憂鬱掛鉤 那剛剛我們看到的案例裡面 也有非常多的失落經驗 親人的過世 遺失了你重要的東西 比如說人事物都算好 所以失戀也算是在失落的反應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看到都會有憂鬱的反應 所以我們知道壓力三部曲 我們要去反思的是 我們是不是在認知的評價這個部分 也就是中間那個階段 是可以去減弱它造成對個人的影響 那壓力也會影響到我們人對外 在人際關係裡面所講的這個溝通 那所以壓力影響認知 壓力影響情緒跟行為 所以在這個部分主要提點大家的就是 在壓力處境下 是不是它導致疾病跟導致自殺 其實都跟這些是有高度的相關 那也提醒大家就是說 在課前你們所學到的這個壓力跟生理 就是我們剛剛講大腦的一整個結構是有關 那主要在夏世秋的掌管之下呢 我們知道有壓力感受比較強烈的人 他可能就比較容易比如說考試期間他會容易失眠 容易長痘痘容易掉髮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在 各位課前閱讀有讀到的跟生理的一些關聯 所以前面的這個壓力如果不能改變 我們的大腦怎麼樣去訓練我們的夏世秋 要靠你自己怎麼樣去平衡你的這些壓力感受跟壓力反應 那就要透過認知來做一些的調解 那大家也不要忽略就是說那個壓力的影響在左邊這邊 壓力加上性格他會有更大的衝突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右邊的這個3C來做平衡 那所以危機就是轉機 有的人可以化這個壓力為挑戰 有的人可以挑戰自我可以接受壓力的情境 他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承諾發展出他的控制感 有更高的一些我們叫做resilience 也就是所謂的彈性或者叫韌力 或者有人叫復原力 那這些名詞呢都跟我們面對壓力的時候 可以增強我們體內的這個免疫力有關 那性格當然大家也可以反思 這個在壓力人生的教材裡面也有提到就是 不同的性格他有一些特質 但他的共通性就是他同樣的對我們的生理 跟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那我想大家一定不陌生有一些比較完美主義者 或者是他世事力求完美覺得 一定要爭取到最後一刻有所謂的時間逼迫感 這叫time urgency 就是說很多事情他可能就是都要到最後一刻 就是他可能舉個例子 譬如說剩下五秒他要過很長的一段馬路 他還是一定要衝過去 就是有一些的強迫的特質 強迫性格 這些的性格當然跟所謂疾病的生成都有關係的 在非理性的認知下當然也會惡化我們對於這個壓力的感受 特別我們可以去反思我們是不是有 在不同的這個壓力情境下 很容易就會有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 或者是以平概全 這個蠻常見 那實時去反思你自己是不是對某些事物 有一些刻板印象 或者很容易非黑即白 就是覺得有一些比較極端式的想法 那這些可能自己沒有辦法覺察 有時候是要靠旁邊人的一個提點 那所以我想是不管我們自己 或者是我們看別人 可以去反思一下這些非理性的認知 可能帶來對於壓力感受 或者是壓力的情緒的一些影響 今天講的這個壓力 當然大家不能忽略就是跟疾病的關聯性 所以我也提供了這一張投影片 主要就是讓大家知道 精神疾病有非常多種類 大致上如果我們從兩大類來看的話 左邊就是這個comer mental disorders 右邊的話就是severe mental illness 俗稱CMD跟SMI 那比較常見的這一群叫CMD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 在我們生活周遭 你可以發現很多盛行率很高 然後往往會造成自己及他人 或者家庭社會的一些影響 舉例來講 譬如說家裡如果有一個焦慮症的媽媽 他可能對小孩有很高的影響 因為他的焦慮可能會傳染到他的家庭 讓家人也覺得無法適應他的一些改變 那這個焦慮可能也會跟失眠共病 那這個睡眠障礙是有些是相當難處理的 睡眠障礙它裡面也有分很多的類別 那所以這個焦慮的影響可能它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而是一家子的問題 那所以不要忽略就是壓力跟精神疾病 它的一個掛鉤這邊主要是提點大家這個部分 任何的疾病這邊列出來的都跟壓力絕對是有關 那當然會不會發展到疾病 那就是另當別論 不是所有的壓力都會發展成這邊所列出來的 憂鬱焦慮這些問題 那視覺失調症跟躁鬱症妄想症等 這些比較嚴重的疾病 它是跟我們的大腦有絕對的關係 那以現在腦科學的一個發展來講 我們可以有很多一些資訊跟所謂實證的基礎 已經告訴我們這些跟腦部的功能 還有跟遺傳都有相關 所以我想剛剛強調的壓力感受壓力的認知 再加上這邊所講到一些大腦的影響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講到就是 比較是從內在跟外在大概可以分成就是說 原先內在的一些就是像遺傳性這種比較內在的影響 以及外在可能又有環境所造成的這些壓力源的一些影響 那不過我想比較重要就是前面講到 怎麼樣去從認知這個部分來做一些的改變 那同時當然這下面的資訊就是告訴同學兒親這個族群 我們要注意它可能有的壓力感受 以及它跟精神疾病的盛行率是非常有關的 最後提點到就是我想今天你們陳主的討論 除了前面所講到有關壓力跟一些它的 Risk Factor的相關之外 我想第二個重要部分應該就是在這個 所謂壓力管理或者是紓壓技巧這個部分的討論 那希望同學們在今天可以從這個部分 也得到一些的啟發或者是從大家的討論裡面 可以有一些的共識 在抗壓武裝備的這個課前教材裡面 我想都提點大家這五項重要的什麼 健康促進的技巧這些都跟各位的健康絕對有關 而且是身跟心都需要去平衡 那透過這五個裝備大家都可以得到平衡的一個身心健康 包括睡眠營養運動身心放鬆以及休閒娛樂 那這些大家可以在深入的去反思你到底做到哪些 那同時減壓期原則也告訴我們有非常多 我們在不同的角色之下 比如說學生或者是你是家庭主婦 你是職場的工作者或者你是老年人 不同的一些減壓的原則 但是他共同的目標都是希望能夠讓我們對於壓力的感受 管理可以更好一點 舉例來講可能等一下各組可以朝幾個問題的方向 今天因為是第一次討論 所以我就用幾個比較明確的問題來指引你們 你們也可以朝這些方向 那從下週開始老師可能這個部分就會拿掉 就不會有所謂的範例 因為希望你們是自己去探索在這個所謂主題下的一些 他的知識跟他的問題 那這邊像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這麼多 我想你們可以去思考自己的一些壓力源 有什麼樣跟我們講到的今天的主題是有關的 有沒有什麼樣的調適方法 你過去是不是曾經反思過壓力三部曲 對於你生活的影響 我們剛剛講三部曲其實跟很多你們現階段的生活 一定有極度相關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失落 好像失落很多的情況 剛剛舉的例子是失戀或者是家中有人過世 那當然有人譬如說生活的一些小情境 譬如說腳踏車被偷是不是一種失落 你可能譬如說今天 除了被偷的經驗之外 會有零零種種很多 譬如說如果寵物死亡 那也是一種死亡的一種分離的失落等等這些 都是屬於你可以去做的壓力三部曲的反思 然後那同學可能也會問 在我們這一週因為有講到 怎麼樣透過認知的一個改變 比如說ABCDE的一個分析策略 來改變我們的所謂非理性的思考 或者是一些複向的想法 那這個部分就是可以讓你們就是有去 可以再去探索的一個空間 這邊我只有提到這個部分 我相信同學如果有看課前閱讀 你就會知道ABCDE分別代表哪些意義 那它如何實際的應用在各位同學的生活上 是重要的 所以譬如說今天如果同學有一個 面臨一個壓力情境 你怎麼樣透過這個分析的技巧 來反思跟覺察你自己的一些認知狀態 那進一步去能夠平衡自己 我想這個是最終的目標 好那前面是主題的一些說明 那下面我想就是提點在我們這一週 成組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大概還有四張四五張投影片 那我們在今天的學習目標很清楚就是 希望大家認識壓力源壓力反應還有壓力管理 如同我們一開始講到健康疾病跟自殺 那中間還有一個壓力源 這幾個概念的關聯性 那今天因為第一次大家會先暖身 就是做一下小組成員的一個自我介紹 所以我們小組也有設定一個目標 那希望大家今天進入小組可以彼此認識 那可以建立一些初步的信任 那我們彼此今天就要有一些的可能分享 討論那我們都尊重彼此 在團體裡面我們希望能夠學習自我的覺察 那今天因為是壓力主題 所以個人的一些情緒狀態 還有就是說可能彼此會給對方的回饋 我想都是今天我們希望能夠達成的一些目標 那上課有幾個流程 我們上週有講到分三大部分 未來的討論課都會依照這樣的一個形式進行 我們會打破學校的一些時間性 所以等一下我講完之後可能就會進入到第二部分 我們現在是在第一部分 中間休息大概十分鐘 所以從兩點二十到兩點五十上課 第二部分的討論課我想是比較長的時間 從三點到四點二十 那一樣有休息的時間 那最後才是回到這裡 我們來做大班的分享跟總結 那也預留了比較充裕的時間 所以麻煩助教們 原則上可以遵循這樣的時間 那八十分鐘裡面 或許還可以再給同學五到十分鐘的休息 這是可以彈性的 就由助教來講控 那麻煩我只提醒大家 四點半一定要回來 我們希望這學期我們的時間 是可以有比較多大班的分享 因為在這個第三部分 會有比較多大家的問題點 我們可能會需要時間來做討論 那第二部分呢 有一個討論課的建議形式 分別把這八十分鐘切成這四小部分 那也因為一小組的成員大概二十人 我們還會再分所謂的次分組 那討論課我想是需要大家有一個規劃的共識 今天呢有自我介紹跟暖身 所以大概設計了二十分鐘 接下來有兩輪回 那希望次分組呢 大家是可以把握時間 因為可能次分組人數也不少 可能有四到五個人 那我們有設定分組組長 希望大家都是可以形成一個小組的默契跟共識 那最後最重要就是主席了 主席跟紀錄呢會來主導今天的討論 那最後有二十分鐘的總結 那進入到第三部分 我想回來之後大家就是分享你們的成果 包括你們的提問或者是你們的問題的解決策略 或者是今天如果沒有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 那我們這個問題點就可以帶到全班來思考 那我跟李明斌教授會來做最後的講評跟總結 那今天我想需要各位同學就是排輪值表 我知道各組好像已經有一個大致都填上去 每週的主席跟紀錄 但分組組長可能大家還是在討論一下怎麼進行 怎麼選擇組長 因為可能四組都會 每一週會有四分組人員的變動 所以這個就交給助教來處理 那我們最後紀錄呢 請每週的紀錄把它傳到MTU庫爾討論看板 我們的心靈助教也都把它開了一個專區了 那所以這個部分希望能夠看到大家精彩的討論 好大致上我就先說明到這裡 那我們等一下最後回來的時候 大概就會再進行Q&A的討論 好